我們拿到鞋子 那因為今天只有小馬一個人 所以不太方便拍攝在店內 那我們看一下低桶的 那珍貴的櫃姐呢 又把我這一邊撕到一半 那我今天有看比較仔細 就是這個部分他們有一個貼 就是售價的部分 他們把這個部分截掉一半 好像要做個紀錄 就是有確認售出這個動作 等一下回家給大家做開箱 我們現在回來工作室給大家做一下開箱 小馬應該算是少數低桶跟高桶都有做開箱 然後同時做比較的YouTuber 這兩張都是10.5 但是鞋盒的大小是有落差的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邊呢是高桶 這一邊是低桶 我們放在一起就知道的話 鞋盒高度呢就比較矮一點 長度的部分也稍微短了一點點 這是正規的高桶跟低桶鞋盒上的一點點的小差異 高桶的比較大 低桶的比較小 但是它本身用的材質是一模一樣的 低桶我們打開來它附贈的配件也都跟高桶一模一樣 打開來它裡面就會有著防塵袋 這個我們之前在高桶的開箱都有介紹過 兩組防塵袋AirDior 然後還有這個鞋墊 這個也是跟高桶一模一樣 皮革的Dior老花鞋墊 會有一組白色的鞋帶 然後銀色的吊牌 就是這兩個銀色的吊牌鑰匙圈是一樣都會附贈 再來就是我們的鞋子了 哎呦喂呀 哎呦喂呀 就是我們低桶Dior 是一個Jordan一代的低桶版型 也是相當的漂亮 低桶給人感覺就是比較休閒比較輕鬆的感覺 沒有像高桶給人那麼重的一種壓迫感 所以低桶的外表其實是很舒服的 接下來我們就會拿一雙高桶跟一雙低桶來同時做一個介紹 其實他們的皮革材質完全一模一樣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側邊的Nike勾勾 尾巴的部分我們看到高桶的屁股這邊有被蓋掉一點 但是低桶的話就是全部露出來 這是Nike勾勾的部分 那再來是後跟有一個AirDior這個翅膀logo 低桶跟高桶的一個差異點 翅膀logo的位置不同 高桶的話就是放在右邊嘛 外側 低桶就是放在它的後跟屁股的部分 鞋舌這邊一樣少不了Dior Air的這個標籤 然後它還有這種提花的部分 那這個鞋帶一樣非常精緻的 金屬鐵製 鞋帶頭 這個鞋襯 塑膠鞋襯跟高桶一樣 上面有一個Jordan的logo跳跳人 那這個流水號呢 一樣是寫著8500 然後是第三千多雙 高桶的部分它的流水號是做一個縫死的 低桶只有縫上半部 所以它是這樣子翹起來的 它只有縫上半部 低桶內側的內標 我們給大家看 就是跟一般Jordan的內標 Nike的鞋子是長一樣的 那我們鞋墊一樣可以拔起來給大家看 它上面就是原始的這種比較龍布 這個鞋墊 那鞋墊內部呢 一樣是做滿滿的雷射Dior的雕花 這個之前小馬有說好像是木頭 仔細摸一下材質 感覺上應該是皮革啦 選用的應該是比較硬的皮 所以摸起來是比較硬一點 小馬有點口誤 當時第一次摸的時候覺得 欸好硬喔 然後又是這種原色的感覺 所以當時就不小心講錯了 所以Dior的D筒 大致上呢就是這麼一回事 只是它的型不同 但是材質上完全是一樣的 那兩雙鞋子的價位 目前來講高筒在台灣大概是落在30萬到33萬之間 是它的一個再售價 那它的原價是8萬 D筒的原價是7萬台幣 目前看下來它的均價大概是落在20萬上下 比高筒再便宜一個10萬左右 那小馬自己最愛的應該還是高筒 因為我覺得Jordan一代就是高筒它的外型才是經典 但是在穿搭上來講 我覺得D筒它會給人比較好穿搭的感覺 因為夏天嘛 如果你要穿短褲 你配D筒來講應該會比高筒來得好穿 高筒穿著起來好像就比較不會像D筒來得這麼休閒的感覺 高筒穿起來好像就會給人一種壓力的樣子 那D筒就是你配西裝褲 你可以穿得很正式 你配短褲 你配牛仔褲 它就可以變得很休閒 所以D筒當然也還是有D筒它存在的用意 那小馬只能說真的是 非常榮幸也非常幸運 在2020年呢 可以兩雙都入手 而且都是以原價的價格入手 真的是非常非常開心 這就是Dior的Air Jordan 高筒跟低筒我們的這一個開箱 那高筒跟低筒你們會比較喜歡哪一雙呢? 還是你們兩雙都喜歡跟小馬一樣 如果喜歡小馬的影片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跟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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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